那贺女士刚才您也提到 美国对委内瑞拉不断地加大这种施压的力度 同时她最近也有了一个新的表态 不排除对委内瑞拉动武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她的这种表态 对于最终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会产生哪种影响作用呢 的确美国方面一直是说 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 这些所有的选项里面 当然如果你马杜罗自己就缴械投降 自己就宣布重新总统大选 或者干脆你自己就下台 像很多像北非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总统自己就在强大的压力下下台了 那这样美国方面当然是最高兴看见这样的情况 并不选任就拿下这个政权 但是现在马杜罗是力挺非常坚定的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美国说我一直有两个选项 所有的选项 一个是你自己下台 另外他所谓的所有的选项 就是指的不排除军事方面 也就是说美国要动武 我们记得两三个月以前 甚至于强硬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甚至于故意把他一个手写的笔记本 露出来给记者拍照 那上面用他自己的笔记潦草的写着 要派兵五千人 美国大兵说到哥伦比亚去 从那个地方可能是要进军到韦里拉 这样的一个信号已经非常这个明白无误了 表明了这个美国他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要动手 以前曾经说如果这个马杜罗政权 镇压了反对派 如果说抓起来这个衣瓜多 那么或者是你产生了流血 那都是美国派兵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由头 那么这些情况一直因为没有出现 所以美国一直是没法这个真正的就是大显身手 但现在我们看来美国方面虽然说是有放出这样的一些要动武等等 当然这种要动武的说法肯定是这个激化韦里拉国内的矛盾 他会刺激这些反对派 认为反对派认为自己还有希望 借靠着美国的这样的大兵的进入 一举把马杜罗给推翻掉 所以他就使得这个局势不容易进行软着陆 所以会进一步加剧韦里拉的这个动荡 但是也现在看来 其实韦里拉的局势也成为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一个烫手的一个山域 因为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特朗普自己也说 是这个博尔顿或者是蓬佩奥 这两个人想把我拖入战争 他又说他自己也没想这个进行这个军事打击这张牌 还不想出 那么所以这种一唱红脸一唱白脸 其实也是体现出啊 白宫方面对如何来拿捏这个韦里拉的事情 他自己也有点把握不住 因为有强势的俄罗斯的这样一个进入 所以现在才出现了这种新的外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甚至于特朗普打电话给普京 所以他自己也在这种选项之间啊 还在这种犹豫不决之中 成了一个烫手的山域 他自己有点骑虎南下 好的 非常感谢贺文婷女士的观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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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